我相信大家都見到林鄭月娥是一個很勤奮的行政長官 對香港很有承擔,希望能夠解決社會面對一系列的問題 的確有些政績,例如在教育、社會福利、醫療方面 不但撥多些款項,教育方面增加50億 另外還有20億在預算案上加賊 在某些諮詢架構,林鄭月娥都有引進生血 表面上看起來都是希望用人為才 希望招攬多些,特別是年輕人 例如年輕人現在自己可以推薦,入委員會那些 這些都是好的措施 但是我覺得行政長官主要的任務 是應該為香港人去捍衛一國兩制 就是港人自港,高度自治 是要全面去貫徹基本法 而不是選擇性 但在這方面,我相信我和很多市民都較為失明 我本人覺得一個好的領袖 事實上不需要好打得 而是作為一個領袖要有願景 能夠招攬人才 給予多些聆聽市民的心聲 亦都要聆聽政府內部下屬的意見 鼓勵他們直言進諒 因為沒有人是萬能的 我本人是很相信你做到一個領袖 是應該去提拔你四周邊的人才 特別是你的下屬 鼓勵他們對你說真實的話 透過雜思廣益才能夠更加有效地 去制定市民 達到市民的良好的政策